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岁之前就是不会走路这样的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小伙伴欺负你吗 还可以吧 反正没人敢欺负我 没人敢欺负你 怎么着呢 你是哪方面有出色的本领的 因为我觉得为人出事很主要 我家的我开了一个果园 果园里有很多的果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别人连孩子都没有吃的 我会带学校里一些什么沙果啊 什么好吃的 我会分给同学吃 会做人 对 做人我觉得很主要 从小让大去 人缘好 人缘好 所以大家不欺负你 对对对 那这么说来你这身高 也没给你带来多大的困扰 没带来什么困扰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以往但凡是身体比较矮小的当事人 都会说童年都是阴影 没有啊 我就觉得没有阴影 挺好的 那这样子的 我会给你帮忙 但是我没帮助我 大家来说 听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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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700块钱挺高的 那我在想我不能占一辈子 改变我的命运 好 我要一步一步的走进我的唱歌事业 继续改 对改必须改 我就看见我们住的那个宿舍 旁边是灯火辉煌了 啊 那是歌厅 我就往那歌厅去 去了那时候长得好看 比方现在这么难看 现在也好看 哎老了不行了淡气淡气 然后就说跟他 我说老板您好 我想在你这学唱歌可以吗 那老板说耶 哎叫孩子挺可爱的挺招心的 行过来了 就这么的 就我的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贵人 我就在那里学唱歌 那时候唱的可真是狼哭鬼嚎啊 但是还是坚持啊 就是卡的OK吧 自己唱的挺好的 别人听的听的比较糟粹 你是OK了 人家卡拉了 人家卡拉了 给人卡拉过去 但有人就觉得可爱啊 还给我小费 那时候挣50块钱小费 我记得就有一回就是 这个桌上的人他都给我50了 然后那人还给我50 我就说我不要了 为什么呢 他已经给我了 我不要了要一个就行 他们那桌的人笑完了 因为我是比较实在的人 我觉得再要人的钱不好这样 你太实在了 迎宾唱歌又干什么后来 唱歌不是我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要拍戏 哎呦你还做演员 我就去长春店这边场去找 找完之后 正好碰着一个叫飞天艺术团的 那在那团里头 然后才让我练习 跟那个乐队唱歌 但是这个团里头 根本就没挣着钱 你说你想干这个 想干那个 你不想成家吗 就是演出的那段时间 因为啊 就虽然我表面上很坚强 其实内心呢 当然了 自己哭的时候 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因为我觉得我哭也是活一天 笑也是活一天 我真的很累 就那个时候把我累的 我特别想有一个家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吧 就是那些客人呢 觉得我演得还好 表演不错 表演得不错 想去呢 跟我联系做个朋友 这样通过 他通过这个演员呢 找到了我的手机号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好 哪位 他说看你演出了 通过谁谁谁 知道的这电话号码 说想给你打一电话 请你吃饭 就认识了 就认识了嘛 认识了 就你粉丝呗 对 算粉丝 然后他觉得对我很好 什么看电影啊 什么带我出去玩啊 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慢慢会成为朋友 后来慢慢慢慢处 就这样 结婚了 对 当我发现有孩子的时候 我对他各方面呢 不是很满意 当然了 不是一个人的错 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的错 就你是 你发现逐渐走近了之后 才发现不了解 可能说是不适合我而已 这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说是在纠结 这个孩子是要还是不要 我那时候已经38岁了 也许我生下的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要面临单亲母亲的 这份痛苦 但是如果我不要他 也许我这辈子就 永远的就是 失去母亲的一个资格 我就选择 我还是把他生下来 谁生谁养 他小的时候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演出啊 刚开始没有演 等他一岁多的时候 因为带孩子 你带着他出去演出啊 我带着他出去演出 他就在舞台旁边有时候睡着了 我觉得他也太可怜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还是把他带回老家吧 那那会儿经济来源 除了是唱歌之外 还有什么 没有 就是有 我现在真的 我想借这个机会 深深地为我身边的 就以前的朋友 就是帮助过我的朋友 我想鞠个宫 借这个机会 特别感谢 在我困难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 对我伸出的援手 谢谢大家 我会报答的 你看他上场以后 一直都是很乐观 很幽默的 但是当一个幽默的人 突然非常严肃地说 我要给大家鞠个宫的时候 可见这些朋友 在生活当中 对他的帮助 非常之多 对你的生命很重要 对 今天女儿来了 掌声有请江云树 慢点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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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叔叔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现在说今年六岁了 六岁了 你刚才从那个舞台上下来 是不是想装裤啊 没装住啊 为什么没装住啊 想笑出来 想笑出来 我问你一件事啊 这个妈妈 个子不是比较矮吗 你如果听见周围的人 说妈妈个子矮 你是心里什么想法呀 生气 生气啊 为什么生气呢 我不想让她说我妈 那你想让她说妈妈什么呢 好 说妈妈好是吧 那妈妈好吗 妈妈哪对你好啊 你说来听听 妈妈哪对你好 我觉得你妈妈特别严厉 她是不是对你也挺严格的 会揍你吗 不打 揍过你没有 一个月没有打我了 哦 她说妈妈一个月都没打我了 两年 我两年都没打你了 行不行 两年 对 这十里坑妈 你知道吗 我两年都没打你了 简直说 你这说点实话 今天是你的心愿吗 你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来去 把幸福心愿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 给妈妈搭一场演唱会 太棒了 来 回来 办演唱会啊 因为我妈妈 就愿意唱歌 对啊 但要好多钱 办一场演唱会 我妈妈挣钱呢 挣钱都被你吃了 你看牙齿都吃黑了 吃黑 对啊 我们求求他们好不好 来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听听他们怎么帮妈妈啊 来 这个银朗是干这个的啊 姜严硕 你好 那我们公司呢 就是去做这种演出啊 活动啊 的策划 执行的 那你看 你在合适的时候 阿姨愿意帮助你 然后帮妈妈策划一场演唱会 我们愿意让你妈妈 有漂亮的海报 然后让你妈妈 真正光彩夺目的 站到她希望的 那个舞台上面去 所以阿姨更希望 你的未来 是能够过得更开心 我希望你的未来 是更加美好 更加的自由 能够实现你自己 能够成为你自己 所以我想再送给你一份礼物 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妈妈的心愿 所以我非常想代表ABCKiss 送给你一套小朋友的服装 因为你真的像一个天使一样 阿姨希望你 不仅仅是那个 能够保护妈妈的勇士 也希望你像公主一样长大 所以希望你能够 接受我这份礼物 我就谢谢 站起来说 站起来说谢谢 想开演唱会 得要有真本事 你刚才说 你妈妈歌唱得很好 你歌唱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 那你们就一起 先来一个节目 好吧 好不好 我们看看 你们的演唱会的质量 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跟妈妈配合一下 好 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